秀林香代表会第21届第14次临时会周开 公所提秀林香因应严重特殊传染病肺炎疫情影响 配合中央政府五配券政策发放振兴消费礼金制制条例 以及发发礼金将近有4940万的案子 获得代表们的审议通过 乡长王美贵表示说 秀林香民每个人后续会依照规定要点发放振兴消费礼金3000元 而公所在明年1月底之前会实施 秀林香外代表会第21届第14次临时会召开 秀林香公所提出因应严重特殊传染病肺炎 COVID-19疫情影响配合中央政府五配券政策 发放振兴消费礼金制制条例 以及发放礼金4940万元 相预算致印获得代表会审议通过 秀林香党我们会表示 秀林香党每人后续将依规定要点 发放振兴消费礼金3000元 公所在明年1月底前实施 行政课堂判明人表示 以及朝案中华民国110年9月8号以前 涉及在秀林香党民 得以本自治条例规定领取征兴消费礼金 以及中华民国110年9月8号前出身 未办理出身登记成出色户籍登记者 与领取期限前办妥出身登记或出色户籍 并且涉及在本乡者 得以本自治条例规定领取征兴消费礼金 本自治条例所定计的征兴消费礼金额度 每人新台币3000元整 将以先进的方式来发放 至于征兴消费礼金领取 中华民国111年4月30号截止 预期者未领者将适同放弃 不再给发 修林香党文贵表示 这项提案源自于修林下面代表会 第21届第13次临时会召开 由修林下面代表会 蔡培果建议提案 因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 影响地方部落 其以发放协助乡亲生活经济 降低疫情产生各项的经济冲击 或者代表会主席副主席 以及全体项目代表的支持 记得喜欢你学习们了 Tyrの征典 这次对于低灰色传染性肺炎疫情